我一直认为求婚和结婚这件事 是水到渠成的 而不是一个砝码 不是说两个人一旦出现问题和隔阂了 好 那我求婚吧 我向你表白真心嫁给我 身边你们去观察 所有真正求婚的情侣 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求婚成功的情侣 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两个人其实已经在计划 结婚之后的事情 然后男方对女方 有一个这样浪漫的承诺 这是一个仪式 对于二人来说 可能对未来是一段回忆 这是求婚 结婚呢 结婚需要准备的东西更多 结婚之前 你们两个人要考虑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你们三观是否一致 三观一致包含很多的内容 我去两点 第一点 你们是否相互了解 彼此的成长背景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只有了解才会理解 只有理解才会包容 那第二点就是 你们想要的未来是不是在一个方向 如果女孩子就是认定 我未来就是要做公益 男生如果真的无法认同 无法理解 那你们两个人想要的未来完全不同 就根本不用考虑结婚的问题 婚房什么的都是 很厚很厚之后的事情吗 所以 现在去谈论结婚 没时过早 两个人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要先弄清楚 你们未来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一致的话 再去谈讨其他的问题 好吧 谢谢 爱情的事业本没有矛盾 是人与人之间有矛盾 公益的宠物诊所和酸菜鱼店也没有矛盾 其实可以放在一块开 就叫爱吃酸菜鱼的猫 不挺好的吗 关键是你怎么去想怎么去错 想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男生最大的问题 在于步步为营 企图用婚姻来化解所有 你与他之间的矛盾 但你这只能够让事越惹越大 你说女生单纯 但是在这件问题上 我倒认为女生比你更深思熟虑 如果两个人在这方面的问题 都不能解决 又怎么可能长相思熟 所以他拒绝你是完全对的 你以为你把他给娶了 他就不开公益的宠物诊所了 他就愿意跟你一起开酸菜鱼店了 不是的 其实这是一种隐瞒 所以说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就像两个缘 它有叠加的部分 是你们共同认可的部分 但也有不叠加的部分 要允许每个人有每个人 自己的爱好和事业 如果叠加的部分越多 你们的关系越牢 但如果你们叠加的东西越少 那说明你们共同认可的价值 并不高 我们首先得承认 不管多么相爱 都不可能亲密无间 都有可能有自己所分别喜欢的 不同的领域 在我们共同喜欢的领域 比如说那只小猫 我们共同地认可对方的爱 在不同的领域 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 这样才有可能各得其所的空间 另外再说一下你那个诊所 拿父母的钱去做公益诊所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不怎么公益 因为父母的钱不是大风刮来 你要真的想要做公益 第一靠自己 第二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不可能只往里面投钱 却没有铲出 那你怎么养店里面的那些员工 所以考虑一下我那建议 隔壁开公益诊所 看着猫吃酸菜鱼 你每吃一条鱼 可以捐给公益诊所 买猫粮 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支持他 帮他去经营 既然你说他单纯 不懂得与人打交道 你不懂经营 你恰恰是可以帮助他的时候 好吧 尊重彼此的不同